Hello 大家好 欢迎新老朋友来到小鱼儿AI技术学堂 今天小鱼儿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那这个也是我们AI绘画很多很多的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一个角色的一致性 那看过小鱼儿的AI网红这一期视频都知道 最近你经历听出来了一个参数 那就是一个AREF参数 它可以保持人物的一致性 而且它可以让人物呢在保持一致性的情况下 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一个背景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那我们经常绘图的朋友都知道 你经历了也好 你的AI网红也好 那都很难保持一个百分之百的人物一致性 这个也是很多很多朋友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 但是今天小鱼儿这期课程就来教大家 如何用这个参数来解决这一个问题 不得不说 密经历它真的在进步 它会直不时的给我们带来惊喜 那么本期课程呢就给大家讲一个 CREF参数怎么使用 以及一个非参数 如何保持一个人物的脸部一致性 和如何保持人物的服装和头发的一致性 那对绘图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并给这个视频收藏起来 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反复进行学习 那么本期视频所用的密经历账号呢 是由银河录像局提供 那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AI服务功能 那大家有兴趣尝试密经历 也可以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链接进行购买 尝试 那你可以跟着小鱼边看边学习 经过上一次的一个讲解呢 很多朋友可能也有点懵 小鱼也非常的好奇 这个密经历呢 它的一个CREF参数呢 它到底能还原到一个什么度 那这里好奇的我呢 就给密经历一张奶奶的图片 老奶奶的图片 我看看啊 它到底能还原多少 那我们从这张图片能看出来 老奶奶的脸部呢 是非常的复杂啊 它的脸上 首先一个白发 一个皱纹 它的这个皱纹没有规则 还有它的一个法令纹 包括下巴的皱纹 脸部的皱纹啊 这里我就好奇的看看到底它能还原多少 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直接把一张图片上传给密经历里 点击这一个加号啊 这里点击上传文件啊 因为我这里已经发过了 我就教大家如何上传 特别是我们的新手朋友们 那点击这一个加号 点击上传文件 上传一张 你想要让它进行参考的一个图片 点一个Enter键双击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参数来试一下 一个斜杠 点Image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我就简单的描述一下 奶奶再吃饼干 我们粘贴到这个里面 空格一下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一个重要的参数 这里需要空格一下 空格一下 杠杠 JR EF 那这里再空格一下 那我们把它的一个图片链接啊 复制下来 这里你可以选择把图片放大 点击右键 复制链接 把它粘贴到JR EF参数后面 那这里我们再空格一下 给它一个V6版本 进行发送 不知道咪精力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惊喜还是惊吓 那从这个模糊的图片来看 奶奶的还原度已经出来了 我们把图片放大 进行一个对比 很明显最后这一张它是不像的啊 我看一下圆图 奶奶是一个圆脸啊 那么这个老奶奶对于咪精力来说呢 它的识别度可能太差了 很显然不尽人意啊 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一个效果 但是话说回来呢 第一二三章呢 还是有一点相似啊 至少它是一个圆脸 脸上也有皱纹 那么通过几次测试了 我们发现V6对这个老太太啊 她的一个还原度还是差了一点 那接下来呢 进入正题啊 我们还是用一些年轻人来尝试 那这里我还是上传一个嘴女吧 斜杠一下啊 那这里我就不给了任何提示 一个女人 可以控个一下 直接输入AREF 控个一下啊 把图片链接给她拉下来 这里呢 还是给了一个版本 刚刚V6 那我们这里再来看一个美女 看一下一个美女的还原度 那这里我们放大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她的一个脸型 还是非常的相似的 那这样我也测试过 如果说你给出的图片 这个正面的话 那么它给出的一个相似度会更高啊 可以看一下 那这里呢 我再换一张试一下 那同样是一个空格啊 同样斜杠 Image 那还是一个女人 那这里呢 输入-AREF 这里空格 那把图片链接粘贴下来 再给她一个版本 图片已经出来了 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是圆图 这个是我刚才通过 CREF生成出来的图片啊 可以看到 相似度还是非常的高啊 基本上看起来龙眉啊 她的一个睫毛 可以看到啊 她的一个龙眉睫毛 包括一个嘴巴啊 可以看一下 基本脸部特征 全部还原了 那包括她的一个发型 可以看到啊 带点红色啊 可以看到发型都进行还原 那可以说是这个参数 非常的完美 还原的非常的不错 那么有此结论可以得出来 那老太太的还原度啊 确实是非常的差 但是年轻人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她给了四种不同的风格啊 可以看到她的背景都不一样 那经过简单的测试之后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试一下 替换一下她的风格 接下来呢 我们来生成一个不同的风格呢 看一下她的一个相似度如何 那这里呢 我打开一个打开一个网站啊 它叫MidlightBroway 那这个里面呢 它是很多咪尖里做出来的一些图片呢 全部都放到这个里面 那这里面呢 有各种不同风格的一些图片 那里面呢 会提供一个提示词 那么我们可以复制连贴呢 去尝试 那这里呢 我也会把它的一个链接来放到描述来啊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那比如说这个 我们点击一下 那点击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里 它的一个提示词 那我们粘贴一下 我们让它来生成这种风格的试一下啊 这个有点像是一个嘴彩的 那这里斜杠啊 把它先把这个提示词连贴到后面 那中间这个给它删除 那接下来呢 输入一个 那这里空格一下 输入一个杠杠 AREF 这里再空格一下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图片的链接 点击右键 复制链接 把它粘贴到这里 那我们直接发送 那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其他的风格 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风格 那看到之后呢 先点一下啊 它会带你来到这个页面 这里来直接复制它的一个提示词 那这里呢 我们直接把这个粘贴下来就好 我们来放大看一下啊 刚才的图片已经出来了 那可以看到啊 确实成功的还原了它的一个脸部 这是一个圆图 那只有这一张啊 给它带上了一个鼻环 还有这一张 这两张的一个脸型啊 真的非常的完美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风格呢 那这里我们对比一下 它的风格呢 是没有变化 动作也没有 那只是一个脸部呢 给它进行了一个还原 那这里我们为了让它跟我们所 一共的风格更相似呢 在我们用的一个隐藏的参数 就是一个AW参数 那么这个CW参数呢 它可以让它的默认强度是100啊 它会让脸部头发衣服都还原 那么强度为0的时候呢 它只有脸部会还原 接下来我们再来试一下 这里一个斜杠啊 继续 我们把这个参数啊 把这个提示词把它粘贴下来 那在这里呢 我先输入它一个默认强度 杠杠CW 那这里呢 我先输入一个0 那同时呢 我再输入个100啊 进行一个对比 把这个0改成100 这两张图片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对比 那这是我们刚才的另外一个风格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刚才参考的这个 风格啊 没有变化 它的风格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默认为0啊 这个CW为0的时候呢 出来的一个图片 它的风格就有了一些变化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的一个风格 那么风格上呢 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呢 它的一个已经 已经接近了一个圆图 这个CW100的时候呢 那它还是接近一个圆图啊 它的一个衣服各方面呢 它是接近一个圆图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啊 我们要把CW的一个参数来 它的面部一致啊 让它的其他有些变化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值调到0 那这个时候 我们再给这个图片 加一个set值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同样我们把这个描述词 给它粘贴下来 后面加一个--se 那这里呢 假设它的set值是 123456 那这里我们再给它 加一个set值 我们看一下效果 那视频看到这里呢 如果还有很多新手朋友们 对Mijerly不太熟 那可以看一下 我的这一期视频啊 Mijerly呢 从入门到一个精通 说得非常的仔细 大家可以先去学习一下 那这里呢 我们再去找另外一种风格呢 来进行一个尝试一下 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网站 找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风格 那这我们就尝试一下 这个风格 粘贴一下 那我们还是把一个女人 给它粘贴到这个前面 再把我们刚才网站找到的一个提示语 给它粘贴到中间 那这里空格一下 注入一个--cr-ef 这里再空格一下 再把这个图片的链接粘贴下来 点击发送 那可以看到 这个呢 是我在给了它一个set值的情况下 做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可以看到 我在只是给了它一个cr-ef参数的时候呢 它的图片风格完全没有发生一个变化 那接下来呢 我再给它一个cw参数 那这里我们直接就把这个提示给它粘贴下来 这里空格一下 --cw 这里我先给了一个0 这里呢 我再给了一个100 进行一个对比 把这个0改成100 那么这里如果说你也对密接力会图感兴趣的话 可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 所有用的那些提示词图片呢 我都会放到知识星球 那这里呢 我们再看一下 在我们把这个cr-ef参数给到100的时候呢 风格完全没有变化 可以看到 跟我们的圆图呢 跟我们的圆图呢 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 但是当这个cw参数值为0的时候呢 它的风格可以看到发生了一些变化 已经非常的接近这个风格了 这里也说了 如果说你只是要考虑到一个只关注它的脸部一致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cw值呢 调到0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的脸部头发衣服保持一致呢 你就可以调到100 那这里呢 我们也得到一个验证 当我们调到100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色 它的脸型 包括它的衣服呢 都是一样的 可以进行一个圆图的对比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 但是如果说你要改变它的风格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参数呢 这个cw值呢 给它调到一个0 那它的一个风格呢 才会发生一个变化 那么这里呢 小游还想再尝试一下 我把它的一个添加一个色的值 那我们再来进行一个对比 那我们直接把它粘贴下来 那在最后面呢 我们给它加一个色的值 同样空格一下 杠杠ZD 比如说 123456 这个值呢 多少都可以啊 因为只要你让它的一个值不变就可以 那这里呢 还是先用一个0 接下来我再试一个100 那这里直接粘贴下来就可以 我们把这个cw值给它改一下就可以了 把这个0改成100 视频看到这里呢 还没有订阅小游儿频道的 记得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那么我也会不定期的上一些绘画教程 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一个Mijinry 没有注册一个discord 大家可以先注册一下 这里呢也有一个Mijinry账号注册 那我们可以看到Mijinry又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看一下我们再给它设定了一个色的值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风格 变化很大呀 可以看一下 那刚才这个是没有色的值的一个情况下 另一个呢很像真人 这一张呢 我们不看 我们就看刚刚生成有色的值的这一张 非常的漂亮 那我们参考一下它的原图 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里如果说有小小伙伴想要这个图片的一个提示词的话 可以在描述栏给我留言 那这个呢 色的值值100的情况下 可以看到它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人物心肤是没有什么变化 只是背景有一些变化 更多的一些好玩的 大家可以自己自行去尝试 那这下面描述栏也有一个便宜合注的链接 大家可以去进行尝试 那接下来呢 教大家一个全新的玩法 就是换脸 这个我相信有很多朋友都有这样一个需求 那这里呢 我们就会用到一个局部重绘的功能 在这里呢 我们先点一个settings 那这里呢 我们打开这个vmax功能 我这里直接生成一个美女 我看一下 直接翻一下 一个 那我这里呢 再画一个卡通美女 再来我输入一个动漫风格的 刚刚 dg5 再来再给个set值 刚刚 dd s123 456 那如果是以前的话 换脸的media里里面呢 是不可能实现的 都需要通过一些换脸工具 进行一个局部换脸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 jref一个参数呢 来进行一个局部重绘 还好小鱼比较机智 同时做了两张图 那不然这一会儿都白等了 这个图片也非常的可爱 但是他不太适合拿来换脸啊 他的人物太小了 那这里呢 我可以看到 我又生成了一组美女 那这我就拿这个美女来 进行一个换脸啊 那就直接点一个U2 那当遇到这种问题啊 该交付失败 也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再重新点一下 多点几遍就可以了 这里呢 我们就要使用到一个局部重绘的一个功能 如果说对这个功能的话 你还不太了解 不太熟悉 我还是建议呢 可以来先看一下我的这一期视频 从入门到精通 里面有详细讲这个 这几个变化的一个使用 那这样呢 我直接开始 把这个美女的脸替换掉啊 我要用这个美女的脸来给它替换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操作 那点这一个按钮 局部重绘这个按钮 那这样呢 我们要用的套手工具 把你需要改变的地方呢 给它圈起来 OK 那在这里呢 我们把刚才这个美女的图片链接呢 也给它粘贴过来 把它粘贴到这个后面 在这里呢我们要输入一个 杠杠 JREF 这里空格一下 把链接粘贴过来 那在后面呢 我们再给它来一个CW参数 把这儿输杠杠 JW 这里参数呢 我们给它设置为0 把OK点击一个提交 那这里呢 我再来一个 再换一个来测试一下 我放大看一下 想要换哪一张 那最好是能露出来脸部的 像这种手在脸上的 这种就不太好操作 这一张吧 第四张 那这一张已经出来了 我们先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真的非常的完美 脸已经替换成功了 那这是刚才的这个美女 我们可以看到 她的脸型是不一样的 她的眼睛嘴巴 那我刚才替换的呢 是这个美女 她的脸型 非常完美的 连画风都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把美女的脸 已经成功的替换到了 这个美女的脸上 非常的相似度 非常的高 而且画风都是一模一样的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那这样我想再尝试一下 这里我置一下背账 那记得呢 在局部重归之前呢 一定先把链接 担贴到一个文本里面也可以 人物的一致性啊 真的不再是难事 连风格都可以改变 还能保持人物的一致性 那这里呢 我先用这个套手工具 这里如果说你发现 你的圈起来的地方不对 那你还可以点这个撤回键 再重新开始 那么你也可以将它整个脸部 或者它头发一起圈起来 再来我只是换它的脸 那我就只圈它的一个脸部 OK 再在后面输入一个-zref 空格这里输入图片链接 再空格这里输入一个-zw 一定啊 这里一个都不能少啊 这个一定要把它的一个 CW值呢设置为0 因为我们之前测试过 当你输入100的时候呢 它的风格不会变化 我们点击提交 视频看到最后的朋友 真的你就知道怎么换脸 成功的替换它的风格换脸 有人把视频看到这儿呢 记得一定要给小鱼点个赞 做一期视频不容易 大家想要尝试呢 可以直接去下方描述栏 点击购买 进行一个尝试 那我们放大看一下 OK 成功的完美的 替换了这个美女的脸 这个美女的脸是这样的 换成了另外一个美女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这里主要是讲了一个人物的一致性 还有风格的替换 相信很多小伙伴已经蠢蠢欲动了 想要去尝试一下 那赶紧去试试吧 那么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也可以在下面一起分享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喜欢小鱼儿 记得一定订阅我的频道 你还可以看小鱼儿的其他视频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